开车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驾照了 很多人都为了那个小本本而努力 在这些考驾照的人里 有些人在考试时基本上都是一次过 从读驾校到拿到驾照只需要短短两个月时间 而有些人测试考了多次都没有过 你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人为考驾照而考到痛哭流涕 甚至更夸张一点的没通过驾考而激动到晕厥的人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有些人考驾照简单 有些人就非常困难的现象呢 那些一遍过的人都具备什么特质呢 即使你也能做到 学车的时候注意这四点 考课二课三就能一把过无忧拿驾照 一合理利用时间 别人一遍过你却便便挂的原因 最大的可能就是那些人比你更加懂得利用时间而已 这并不是盲目的死机烂背 他们会更加灵活的学习 花同样的时间他们会比你学到更多的东西 在周末节假日期间 他们会抽空去练车 比规定的时间早到驾校 这样能够多练几把车 在别人练车的时候 他们会仔细观察他们的驾驶技巧 学会好的别开坏的 二认真掌握教练的知识 想要快速地拿到驾照 认真听教练的话是绝对不会错 平时教练讲解的要点和细节都是学院必须掌握的 因为教练不会和你说那些没用的话 光听懂还不行 你必须要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才能够真正的掌握这些要点 而关于考试教练提醒到的要点一定要记牢 当你把教练说的东西都牢牢掌握 那么你的驾照已经到手一半了 三练车考试时间要集中 如果你读驾校每隔一段时间再去练车的话 那么这样还不如不学 这样不仅浪费贺识 而且能够学到的知识也不连贯 长时间间隔的练车每次都好像是从头开始 所以想要快速拿到驾照 时间一定要集中 四不懂就问 考试不要想太多 如果你碰到问题一定要去问教练 不要带着问题去学车 这样会在你面对考试时没有底气和信心 有问题就要不止下问和反复练习 这样才是快速拿到驾照的办法